哈喽,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我们在2022,我只在哭你的新品 想先看里面介绍很多的纸胶带新品 那其中我提到过的设计师 小玉的作品是我没有拍到的遗珠 就这么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们再次去缺品的工作室 一起来进行小玉的新品纸胶带 开箱还有拼贴吧 紫色系的薰衣草搭配蝴蝶 还有充满文艺感的小物 可以作为华丽涂出的主角 也可以制造出新鸣的自然景色 美丽的樱花剂就是我先前说我最喜欢 可是呢是在我之前的发布会上面 根本没有使用到的新品 那它呢有各种大小的樱花素材 可以搭成花团景图的热闹景象 还可以作为霸式的拼贴主角 那这一卷就是屠如其名了 充满了春天的绿意感 搭配那日然的生物做平贴 仿佛一起置身在这份要点的美好当中 诶,好美好的小鹿猪哦 可欢花的整体呈现出黄色系的亮眼设计 堆叠成花圈或搭配其他的淡色系物品 都会有一种物产丰饶的浪漫感 OK,身为不太喜欢各种昆虫的我们 也可以接受这样子凄惨的美丽蝴蝶 那搭配前面极卷 有介绍过的自然风格纸招带拼贴 可以呈现出还不错的自然风采 在暗色系的纸上 可以呈现出非常华丽的浪漫感 那作为点缀各种风格小物的屁爪 它可以成为其中很低调的亮点 这一款设计出现了很多 能够借由风来传递讯息或是梦想的意念 饱和度很高的小物门 整体呈现出风格感强烈的设计 美好的一天包含了很多 食衣住行娱乐的精美小物 那作为拼贴当中的主角或配角 都可以呈现出很吸睛的设计哦 你看这里还有小王子里面的小玫瑰的这一朵花叶 最后这两款设计啊 是我这一次看了一眼就爱上的精巧妹子 你看他们的一听一笑啊 搭配每一个角色不同的服装 还有装滑设计 呈现出女孩们多彩多姿的精彩日常 这一次的拼贴成果们呈现了一些古风 还有时尚的风格 那也尝试像这样子精巧的立体素材拼贴 来看一下我的第一种风格 这是我配对成日夜古风的萌妹子 后面的远景使用建筑造景 还有天空来打底 那前景是利用花卉来点缀 让主角妹子可以优美地站在其中 呈现出气质又很细致的效果 那这一款是参考了雀屏的设计 这一款是用了冬华的妹子 不过背景堆叠了多层的素材 整体希望可以呈现出丰富 又不失秩序的飘逸时尚感 第三款也是成对的 我用花卉自然景色做整体的铺垫 把黄色和紫色作为主色系搭配起来 十分的和谐有气质 小鱼的妹子坐在这里面 若有所思成为这一幅美景里面的最佳光彩 OK最后的小卡 使用到刚才提到 我很喜欢的玻璃罩玫瑰花 应该是象征着小王子和她的玫瑰 那搭配一些梦幻的泡泡和渲染的色彩 以及站在一旁 都有书香气质的美女 完成了一副美景 OK更多的拼贴成果照 可以到我们的IG来看一下哦 希望以后做出来的拼贴 可以越来越进步 以上是我们这一次 小玉的贴贴世界 新品开箱以及拼贴应用哦 这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风格呢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频道或IG留言给我们哦 美好的拼贴还有文具人生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